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所有的天下父母心一样 您能谈谈对你们孩子的期望吗 阿弥陀佛关来中心 缩养的孤儿 跟一般的孤儿院不太一样 我们所有孤儿进到阿弥陀佛关来中心 我们是把他当作是自己的小孩 好像是长上明珠 这样用心的来照顾 来期待他们 所以我们阿弥陀佛关来中心 虽然是一个孤儿院 但不是在养 而是在教 因为我们发觉 非洲 你想要改变非洲 第一是教育 第二是教育 第三还是教育 非洲 每一年 国际救援组织 投入几十亿美金 几十年来 非洲还是非洲 贫穷 落后 战亡 满方疾病 所以 这些贫穷 落后 满方疾病 好像就是非洲的宿命了 那么要改变非洲的宿命 唯有 从现在开始 培养 新一代的非洲人 那这新一代的非洲人 我希望就是 因为有中华文化 有佛法 能够激发他们的 慈悲 智慧 与愿力 也就是说 让新一代的非洲人 都具有 慈悲 智慧 与愿力 那么这新一代的非洲人 才有办法 来改变 非洲的宿命 下面一个问题 我听到您曾经说过 说 上帝没有时间 照顾每一个人 所以他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 一个母亲 那您要当这些 孤儿的父亲母亲 让他们感到 他们没有被抛弃 那我想问一下 您说的这个上帝 是指什么 我没有信仰基督教 但是其实我也不会 敌对跟反对基督教 但是其实我觉得 上帝 应该用佛教的观点 来了解他 在六道里面 在六道里面的天道 三界二十八天里面 六一天里面 这个大自在天 就是所谓的上帝 因为 大自在天的天人 很傲慢 很自大 认为宇宙是他创造的 所以正确的了解 应该就是这个 那上帝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 其实就是所谓的 欧洲的精神文明 欧洲的精神文明 为人类 为世界 即使带来科技发展 带来民主自由 平等法治 公共道德 其实都很好 问题就是出在 他们也带来了 傲慢 启示 跟掠夺 所谓傲慢 就是他认为 他们白人至尊 欧洲至上 只有白人才是最优越的 其他都是四等类等 其他都是异教邪教 那么在这种白人至上的一个主意之下 他们的国家至上 他们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原则 所以他们不惜一切的方法去掠夺 全世界各地的资源 因为傲慢 歧视 掠夺 所以造成的 过去 人类跟世界的对立 对抗 与分裂的这种灾难 我想呢 要抹平 要抹平这些对立对抗 分裂的灾难 中华文化 是一记良方 因为中华文化 五千年的历史精神文明 中华文化的体现 是李运大同天所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中华文化是以儒 是道就是儒家 道家佛家为主体的一个精神文明 儒家的礼乐人和中述之道 道家的无为思想 崇尚自然 佛家的慈悲为怀 众生平等 这些呢 最能体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也就是能够平等对待一切民族 一切文化 一切种族 站在全人类全世界共同发展 共同成就的基点 共同追求人类的和平 世界的和谐 所以我希望 21世纪 中华民族的强大崛起 它不是谁取代谁 不是哎呀中国人 优越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希望中华民族的强大崛起 能够发挥中华文化 让中华文化 让佛教信仰放光放日 真正的来抹凭过去 因为欧洲精神文明的傲慢歧视与掠夺 抹凭人类过去 这个对立对抗分类的这种灾难 这是对未来的一个指望 对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和平绝起的一个期待 您曾经提起过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 早年大概五六十年前到台湾 或者到飞沟 扎根住下来 一住就是三十年四十年 您常提到他们这种长期奉献的精神 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我从台湾来 当然对台湾的一些事情都比较关注 二次世界大战打完 台湾是贫穷勃败 一无所有 像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小孩 没有鞋子穿 衣服是破破烂烂的 那么当初所谓的美援 欧洲国家美洲美洲美国来的这些援助 面粉啊米粉啊衣服 旧衣服啊 这个是好像上帝的恩赐 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这个在台湾最穷困的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五零年代 四零年代那个时候呢 最需要援助的时候 从欧美国家来的传教士 还有基督教的这种神父牧师修女 医师教授等等 带着资金带着信仰带着欧洲文化来到的台湾 所以台湾从南到北啊 不管是教堂 不管是学校医院 孤儿院 安养院 教养院 其实这种种呢 为台湾的教育也好 信仰或者是医疗 方方面面提供了最及时的一种援助 那么当初有超过一千位以上的神父牧师 教授修女医师来到台湾 都是基督教系统 而且都是终生的奉献 像这么长的一段历程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 所以才有建立今天基督教天主教在台湾的信仰 所以我观察到这个呢 我也曾经想过 我发愿法传非洲续佛会命 非洲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五十四个国家 那么这五十四个国家 我们怎么有可能 每一个国家有一千个以上的法师 去传教 去建立佛教的信仰 这是相当困难 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想到了 建立孤儿院 也就是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那么这个阿弥陀佛关怀中心 我们最少的规模 有250位的 就是现在的赖索托的规模 那么其他的 至少都有五百上千位的孤儿的 这个缩养的容量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我们有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 好好的去培养 去训练 这些孤儿 让他成长 让他茁壮 我们的理想 我们要为非洲人 把非洲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也希望非洲人能够吸纳更好的文化 更好的信仰 所以我们把中华文化 把佛教信仰当作养分 把它带进来 来滋养非洲的种族 非洲的文化 让非洲能够更成长 更茁壮 我们希望为非洲 培养新一代的非洲人 让他们有能力 有能量 来改变非洲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跟梦想 对不起 我刚刚因为失去有点打断 忘记前段先说什么了 对啊 那个灯光一下子 没电了 停电了 停电 ängen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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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9 1 2 3 4 5 8 6 7 8 9 4 5 6 6 7 7 8 9